尼西米纪第三章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起来,和他一起做祭司的众兄弟都起来,重建了阳门。 他们装上门扇,就把他分别为圣,又建造城墙。 直到哈米亚城楼和哈南叶城楼,把城分别为圣。 接着的一段,由耶利哥人建造,再接着的一段,由因利的儿子萨科建造。 哈西拿的子孙建造渔门,他们安置横梁,装上门扇、门叉和门栓。 接着的一段,由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默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由米氏萨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竹。 接着这一段的是由提戈亚人修竹。 但是他们的贵族不愿肩负他们的主的工作。 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比索带的儿子米苏兰修竹古门。 他们安置横梁,装上门扇、门叉和门栓。 接着的一段,由鸡变人米拉提、米伦人亚赖、鸡变人和河西那边省长所管辖的米斯巴人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由金将哈海亚的儿子乌靴修竹。 接着这一段的是由做香料的哈纳尼亚修竹。 他们修弃耶路桑冷的城墙直到宽墙。 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耶路桑冷的区长、护尔的儿子利法亚修竹。 再接着的一段,由哈鲁摩的儿子耶道亚修竹。 就是他自己房屋对面的那一段。 接着这一段的是由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竹。 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竹。 由另一段城墙和卢楼。 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耶路桑冷的区长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竹。 哈嫩和萨罗亚城的居民修竹古门。 他们重建那门,装上门扇、门叉和门栓。 又修竹城墙四百四十公尺,直至粪门。 粪门是由管理伯哈基林的区长、利甲的儿子玛基亚修竹。 他重建那门,装上门扇、门叉和门栓。 管理米斯巴的区长、戈和西的儿子沙伦修竹全门。 他重建那门,夹盖门顶,装上门扇、门叉和门栓。 又重建靠近王源的西罗亚池的城墙,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下一段,由管理半个伯素的区长、鸦仁的儿子尼西米修竹,直到大卫墓地的对面。 又到人工池和勇士之家。 再下一段,由利未仁巴尼的儿子利弘修竹。 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基伊拉的区长哈沙比亚维他本区修竹。 下一段,由他们的兄弟,管理另一半基伊拉的区长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竹。 管理米斯巴的区长耶书亚的儿子以谢修竹接着的一段, 对着军械库的斜坡,城墙转角的地方。 下一段,就是萨拜的儿子巴鲁杰利修竹的另一段。 从城墙转角的地方,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住宅的门口。 再下一段,就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墨修竹的另一段。 从以利亚时住宅的门口,直到以利亚时住宅的尽头。 这一段之后,是由住在约伯河平原的祭司修竹。 下一段,是由变雅敏和哈树修竹他们自己房屋对面的那段。 再下一段,由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修竹他自己的房屋旁边的那段。 这一段之后,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竹的另一段。 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的转角,就是城墙的地方。 乌塞的儿子巴拉修竹对着城墙的转角的地方, 以及王宫突出高耸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一段。 下一段,由巴鲁的儿子皮大雅修竹。 居住在俄斐勒的殿义,修竹直到东面水门对面和突出的城楼那一段墙。 再下一段,就是由提戈雅人修竹的另一段。 从那突出来的大城楼对面,直到俄斐勒的城墙。 从马门往上的一段,祭司们个人修竹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 下一段,由阴脉的儿子萨都修竹自己房屋对面的那一段。 再下一段,由看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叙玛雅修竹。 这一段之后,是由士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修竹的另一段。 下一段,就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竹自己住宅对面的那一段。 再下一段,由金将马基亚修竹直到殿义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 金将和商人修竹城的角楼和阳门之间的那一段。 再起来,由金将马基亚修竹祝竹国家伽玛与分内的关系叙玛,剧竹石。